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四淘宝 那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调查报告啊 说现在大部分买保险的朋友呢 买保险的时候都是在结婚以后了 而且这个占比竟然高达99% 这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很好理解啊 没结婚的时候呢都觉得自己还年轻 没有这个风险意识 而且呢属于这个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 这个家庭责任感呢也不强 很多人啊都是结婚之后 开始觉得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有这个配偶 而且可能上有老下有小 那这个时候呢才会想到要配置这个保险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啊 这个保险是越早买越好啊 并不是一定要非等到咱们结婚之后 才有这个价值去买这个保险 原因呢我帮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啊 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买保险的时候 越年轻的话这个保费越便宜 而且越年轻你保障的时间就会越长 那其次呢我们都知道在投保的时候 很多保险呢是需要核对这个身体状况的 越年轻的时候咱们的身体状况就越好 审核也会越快 能买到的这个产品也就越多 而且如果超过了一定年龄的话 肯定是需要这个体检才能投保的 那如果年龄超限的话 很多这个重机险也就直接不能购买了 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尽早的提前 对咱们人生做一些风险规划的话 也能够尽量的避免当意外发生时候的这个措手不及的情况 因为这个意外它是不论这个年龄大小都可能会来到的 所以咱们总体来看啊 买保险的时候最好越早买越好啊 不要说一定非要等到结婚 借有了家庭责任之后才去考虑这个保险的事情